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传说中的圣人 娘 你快看 桃宝真漂亮 这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坏蜜蜂 坏蜜蜂 你为什么要刺我娘 小蜜蜂好奇啊 它并没有什么罪过 倒是我打扰了它呢 娘 您等一下 好孩子 你真聪明 这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 我还知道这造夹子能致咳嗽呢 娘 您平时可以把造夹子塩成粉末 然后或者糖水喝下去 到时候就不咳嗽了 有情况 我去看看 奇怪 奇怪 不错 不错 牛力代替人力 真是省师省力 一举两得呀 老先生 您是外地人吧 看我们的牛拉离车 怎么样 第一次看到 这是杰作呀 不仅省力 而且高效 来年 必是大丰收啊 不知这等杰作出自谁手啊 我要说是个六岁孩子的想法 老先生 您相信吗 六岁 这 难道是她 不错 就是狸儿 这六岁的娃娃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 您也想名垂青史 当她老师 这小小人 怎么如此聪明啊 这小娃娃最近遇到难题 说要请老师指教 方圆百里都被她的古怪问题吵倒了 哈哈哈哈 老人家 赶紧黎尔家住哪里 怎么这么多人呢 诶 这是那么多问题吗 现在也答不出来嘛 没想到为一个小娃娃的 书本里根本没答案啊 诶 寒窗苦读十年哪 还是你修我为图吧 什么问题能难煮这些饱读实书的老学灸呢 诶 诶 丽儿出来了 绕着我先进 我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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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劳烦各位先生了 可我狸儿也需要休息啊 您们还是请回吧 说出出你的问题吧 我一定行 嘿嘿嘿啊 哈哈 陛下您真是想的周到啊 姐 谁在说寡人不是啊 丽儿不过六岁就懂得千术 而且早会靠学 果真有圣人自治 我身为徒 一定不能像那些许就一样死缠了的 需要找个恰当的机会与之 机会来了 丽儿 你还没想出来吗 丽儿的问题恐怕只有大闲者都点拨了 要是我那天不去鸡窝就不会看到鸡蛋 看不到鸡蛋就不用愁眉苦脸的想 到底是蛋生鸡啊 还是鸡生蛋 你们说到底是蛋前腹的鸡 还是鸡仙产的蛋 我都说了 肯定是鸡生蛋没有鸡就没有蛋 不对 肯定是蛋腹鸡 没有蛋小鸡从哪里来 你不对 你不对 不要吵了 鸡雅 你的第一百位老师来了 嗯 嗯 他能告诉我答案吗 一手为公 亲近 无水 他以后会是我的老师吗 你们说老先生能告诉丽儿答案吗 嗯 他能 他不能 他能 小子 真能忍啊 他不能 他一定能 先生 我能请问您一个问题吗 终于来了 请讲 多谢先生 我的问题是 到底是蛋先孵出的鸡 还是鸡仙产的蛋 果然不一般的 小小年纪 便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你问得很好 先生请讲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先说 是先有人 还是先有我们的世界呢 要说先有人 没世界 人从哪里来呢 要说先有世界 世界 从何而来啊 所以说先有人是不对的 说先有世界 也是错的吗 是的 我们人就同小草 同万物一样 生长于大地上 而万物生长 又靠天上的阳光和雨水 而阳光与水 要以万物生长规律为主 万物生长规律 更要以整个自然界的法则为准绳啊 所以不管是蛋先孵鸡 还是鸡生蛋 都是生于大地 都是生于大自然啊 她的真正母亲是大自然 是的 是的 我终于想通了 我终于想通了 这是何等智慧啊 再过几年 我们根本不能比啊 先生 请受徒儿一拜 这也太快了吧 连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不会是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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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天没走了 先生 已经聚集了三百人了 脖子 哦 肚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